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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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那我們在影片的一開始 首先就來談談 什麼是設計思考 我們可以說 設計思考是一種 以人為本的問題解決方法 同時也是一種 能夠幫助我們 為各種議題 尋找創新解決方案的流程 稍微深入一點去描述的話 就是從人的需求出發 找到問題的核心 再經由創意發想 快速做出原型 經過不斷的測試與修正 一步一步打造出我們的解決方案 那設計思考 為什麼叫設計思考呢 它跟設計有關係嗎 如果說到設計 你會想到什麼 是美美的海報 是公司的logo 還是電腦的滑鼠呢 這裡所指的設計 不只是跟漂亮的外觀 或者好用的功能有關而已 而是去探索人的需要 創造出符合需要的解決方案 所以這裡的設計 設計是比較廣義的設計 是解決問題的設計 因為有人發現 設計師做事情的方法與流程 可以為其他領域解決問題的人 帶來一些幫助 於是就把設計師工作與思考的方式 萃取出來 變成一套系統化的方法 可以讓其他人 一般我們認為不是設計師的人 也可以拿著這套方法 去解決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種問題 那設計思考跟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比起來 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 設計思考在拿這個問題的時候 會特別強調從人的角度出發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以人為本 或者說以人為中心 為什麼要以人為中心呢 因為不管是產品、服務或是一個空間 回歸最根本 使用或體驗這些東西的都是人 這些東西最終都是為了服務人類 要給人使用的 也因此我們會去了解 人實際上是怎麼做某一件事的 那他做這件事情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包含他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他在其中的情緒、感受是什麼 設計思考會從人的身上 去找到最重要的問題 並且把人放在整個流程的中心 再來剛剛有提到 設計思考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架構 問題跟解決辦法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個問題 就會跳下去直接想怎麼解決它 比如說看到有人垃圾不分類 直接丟垃圾桶 就想要貼一個標語 請落實資源回收 看到有人亂丟煙蒂 我們就立一個牌子 請亂丟煙蒂 那在設計思考裡頭會強調 要先對這個問題有更深的理解 再下手解決 比如說我們會進一步去問 為什麼他不會乖乖地做垃圾分類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亂丟煙蒂呢 再來 直到我們確定了真正的問題 開始尋找解決辦法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很快就鎖定一個答案 而是先去探索各種可能的辦法 然後試試看 最後才確定一個最終解決辦法 甚至這個解決辦法也會不斷地去測試 然後不斷修整 總而言之 設計思考為問題與解決辦法 分別保留了足夠的空間 讓我們有時間能夠好好的探索問題 也能夠好好探索解決辦法 那你可能會問說 設計思考這樣的框架 適合用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嗎 設計思考特別適合用來解決問題很模糊 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怎麼樣才算是模糊的問題呢 就是問題本身無法被好好掌握 一時之間你也不知道怎麼下手解決它 以及這樣的問題通常是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絕對正確或錯誤的問題 在複雜的真實世界中 我們碰到的常常是這樣的問題 這也是設計思考能夠派上用場的原因 回到上面剛剛講的問題與解決辦法的框架 進一步仔細來看 它可以擴展成像這樣 一個雙鑽石的模型 兩個菱形的樣子 第一個鑽石希望能找出正確的問題 第二個鑽石希望能找出適當的解決辦法 這是英國設計委員會在2005年提出的架構 那為什麼形狀會像鑽石一樣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 在這個雙鑽石的過程中 會交替進行著發散與收斂兩種思考方式 發散就代表探索可能性 創造可能的選項 選項的數量會增加 那收斂是代表評估與選擇 我們會選擇並決定出最重要的選項 選項數量是減少的 那左邊代表問題的第一個鑽石 代表的是探索問題的可能選項 把一開始拿到的題目當成一種建議或者假設 我們會先花時間思考 問題會不會在更深的地方 或者有沒有更關鍵的問題 經過發散、收斂 才確立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那在右邊代表解決辦法的第二個鑽石 則是確立了關鍵問題之後 又會探索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 經過各種嘗試以及評估考量 才逐漸把最後的方案確定下來 像這樣 在問題這邊有一次發散、收斂 在解決辦法這邊又有一次發散、收斂 這個雙鑽石的架構 就是設計思考在流程上最經典的模型 在這個雙鑽石的模型當中 我們可以再放幾個步驟進去 分別是 Empathize、Define、Idead、Prototype、Test 中文我們姑且把它翻譯為 同理、定義、發想、圓形以及測試 這是史丹佛大學Discord 進行設計思考教學時所使用的五步驟流程 步驟的用意是幫助我們意識到 我們現在正在做性行是什麼 不至於讓自己迷失方向 不知道自己正在幹嘛 那要特別提醒大家的事情是 這是我們在教學時一般而言 可以跟著這個順序操作沒有問題 但這五個步驟 必不總是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 而且你常常會反覆回去再跑一次 有時也有可能同時發生 舉例來說 你可能會在一開始就創造一個簡單的原型 拿來同理你的使用者 或者是在定義問題時 發現了解使用者不夠深 會回去進行同意 好的,接下來我們會帶大家 快速走一遍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 那就請大家前往下一支影片繼續收看囉 掰掰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對於設計思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一起與社團裡的其他朋友 進行交流與討論唷 我們uu… 我們回去看 Instagram